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神医吴又可 以道家真言和达元寅治愈了一方百姓 但是吴又可的活动范围有限 不可能置凭全国的疫情 为什么随着清军统一天下 全国的烈性鼠疫会销声匿迹 中世纪黑死病鼠疫肆虐欲欲几十年后神奇消失 这已经让科学十分困惑了 而对明清史料的挖掘表明 当时的烈性鼠疫不感染李自成的五十万亿军 随着李自成攻入北京 京城盛行的鼠疫戛然而止 完全颠覆了现代人的科学认知 但是令科学难以解释的事实还不止于此 今天我们接着来揭示这段历史的谜题 第四部分 观宁铁骑也不染疫 一 吴三贵的观宁铁骑为何也不染鼠疫 在上期节目里 信心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到 吴三贵镇守山海关的观宁铁骑 能和李自成的二十万大军死战 说明他们也没有感染鼠疫吧 确实是这样 1644年5月26日 李自成大军到山海关 大战吴三贵的五万观宁铁骑 一直打到二十八号早上 吴军才支撑不住了 而此时风向大变 天象不利大顺军 满清骤然出击 在清兵出手前 观宁铁骑以少敌多 能抵挡大顺军强攻两昼夜 足见其强悍的战斗力 这绝不是一支染过烈性鼠疫的军队 明末的烈性鼠疫流行十二年 后期京师疫情最重 全国没有封城禁足 各地往来一直不断 吴三贵镇守宁远山海关一带 军事补给都来自京城 他的家人也都在京城 鼠疫怎么可能传不过去呢 可事实上 观宁铁骑就是不染鼠疫 后来吴三贵率领这支禁旅 追击大顺 剿灭难鸣 过河北 平山东 回锦州 入汉中 较西北 定云贵 出缅甸 回云南 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一直保持着强悍的战斗力 传行了无数鼠疫疫区 烈性鼠疫屡屡屡从观宁铁骑身边擦身而过 就是不理他们 那么在大明王朝被鼠疫肆虐 军队战斗力锐减的情况下 唯独观宁铁骑例外 他们特殊在哪里呢 2. 元崇焕的禁旅 反迫害的特例 观宁铁骑是元崇焕一手建立起来的 明末最强部队 天启六年宁远大劫 元崇焕一万多人守孤城 火炮击退了诺尔哈赤十三万多人 四天的强攻 扭转了明朝百战百败的颓势 天启七年的宁锦大劫 元崇焕击退了皇太极六万大军 二十四天的来回攻击 不但宁远锦州两城的火炮发威 野战也和八旗近旅打成平手 崇祯二年的京师保卫战 元崇焕带领观宁铁骑八千多人 在广渠门外 把满清汉将芒国尔泰 阿巴泰 阿吉格 多尔滚 豪格和蒙古清芒率领的四万多精锐骑兵 彻底击溃 斩杀数千人 这场胜利几乎困惑了所有学者 门人元崇焕 怎么可能训练出天下第一强悍的骑兵 在满清八旗最擅长的骑兵野战中 打垮了五倍于自己的敌人 他的随军文书记述 元崇焕亲自上阵 差点被砍死 两肋重箭如同刺猬 幸亏身穿重甲 才没射透 太命大了 以至于太多人认为史料记录可能有夸张 将这段历史的时候含糊带过 元崇焕被大明朝廷迫害死 他的三万官宁铁骑 一分为三 其中一只落到了吴三桂手中 影视中喊出的官宁铁骑 天下无敌的口号 并非吴三桂吹嘘胆 这支禁律扩编后 随着吴三桂横扫大半个中国 歼灭了大顺军 大西军 南明军队 后来又反清 对清军也是屡战屡胜 以至康熙帝下令 禁止满洲军主动与官宁军野战 最后 以火炮歼灭了这支无敌铁军 不是因为罪能打仗才免于瘟疫的天罚 人类对鼠疫没有自然免疫力 官宁铁骑与其他明军唯一的不同 在于它是袁崇焕建立起来的 在袁崇焕被迫害后 祖大寿领着这支部队撤出 回山海关宁远 名为自保 实则抗皇命 为袁帅明冤 崇祯吓坏了 赶紧让袁崇焕写亲笔信 召回祖大寿 祖大寿又率军返回京基 五天收复四成 为救袁崇焕立下大功 尽管没有救成 但是为反迫害尽了权力 为什么这样就能免于天罚呢 第五部分 明朝瘟疫多 冤狱建英国 一 从表面找原因 科学成了倾向说 目的论 现代科学总是从表面找原因 认为瘟疫由天灾 卫生条件差引起 这种解释也是猜测 不合史实 现代学术界发现 古代的灾年 平年交替循环 在不同地区也有轮替 也就是说天灾人祸 历代都有 但都没有像明朝那样 动不动就酿成一场局部瘟疫 所以上述解释并不科学 对科学无法解释的原因 硬是要做出所谓科学解释 目的性很强 倾向性也很强 这样的倾向说 目的论 本身就是偏颇 不科学的 在基点上就不能成立 2. 明朝的两大历史特色 明朝的历史有两大特色 一是瘟疫多 特别是后期 有人统计 明朝统治277年间 至少有168年发生过瘟疫 不同地区各类瘟疫 达330次以上 二是冤狱多 明朝特务机构最发达 太监掌控的东厂西厂 还有锦衣卫 政府司 以监控迫害朝臣为业 恐怖治国 大兴冤狱 酷刑残害 为历史之罪 发明了完全凌驾于法律之外的酷刑 如停账 无需有罪 皇帝一句话 就棒打大臣 甚至打残打死 赵狱 寒东西厂狱 锦衣卫大狱 政府司狱等 设定灵池 及千刀万寡的级别 定下几千刀 如果在这几千刀寡肉之前 罪人先死了 行刑者要被重罚 三 两大特色 暗存因果 其实 明朝上述两大特色是有因果关系的 冤狱是瘟疫等天灾的根源之一 过去遇到灾难 麻烦 疾病或者亲人疾病 皇帝常常大赦天下 朝臣劝谏帝王处理冤狱 以化解灾难的事 使不绝书 为什么会这样 科学认为这不可能 所以 只能用超科学的理来解释 李淳峰的天象著作 以四瞻理多次出现 以赦解之 天难 大赦直接解的是冤狱 怎么会解开天难呢 因为有些天难 根源是上天对人间大型冤狱的惩罚 所以 以赦解冤狱 解决了问题的根源 自然就解开了相应的天难 以四瞻不直接说原因 稍微拐了个弯 因为直接泄露天机 要遭天遣的 一种学说如果不准确 一定会被历史淘汰 算卦就是这样 算得准 因为水平高 极小概率的事件 不可能是碰运气碰来的 算不准 因为水平不够或者是骗子 不能因为算不准 就说算卦都是假的 大臣劝谏帝王平反冤狱 大赦解决灾疫 如果都无效 同样会被历史淘汰 比如古代的囚语 之所以流传下来 是因为有祈宴的时候 如宋太祖请出善无畏不朽的肉身 祈求晴天 正辖请宋神宗废止王安石心法 以天降大禹解汉情 明朝王阳明导文祈语等等 当然不会所有情况都可以以赦解 以四瞻也是说 在个别天降下可以以赦解之 四朝廷犯罪 百姓连累 可能很多人会问 如果冤狱是明朝瘟疫的根源 为什么那些冤狱的制造者 东厂西厂 昏君不遭报应 而是老百姓首先遭结呢 这是给人间留的谜 也符合天理 百姓的顺从认同 拱位 是昏君和乱臣强大 没所欲为的基石 所以这些百姓要遭结 百姓先受点罪 有缓冲余地 有机会醒悟得救 最坏的最后入节 没有机会 崇祯帝和他的后妃儿女 何尝不是这样 如此说来 明末那场最大瘟疫 必然对应最大的冤狱 这又是谁呢 第六部分 三方神迹有根源 归依直指 缘重患 一 惑害罪迷天 活寡 元重患 很多人会知道 明末最大的冤狱 就是保卫大明的第一功臣 忠臣元重患 无辜被崇祯帝下狱 炮制罪名 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 寸折 元重患不但被亲定 凌迟碎刮三千六百刀 实际刮了三千五百多刀 柜子手还把刮下来的肉 当场出售 史料记载 面对惨烈的酷刑 被朝廷谎言欺骗的百姓们 不但大骂元重患 这个卖国贼 还抢购其肉 元重患被折磨 三日才死 百姓又争先哄抢内脏 堕碎解恨 场面之惨 亘古绝今 明史记载 朝廷抄元重患的家 发现家无余才 将其亲属流放三千里 天下人认为太冤了 注意 事实上可不是天下人 都认为元重患冤枉 而是当时大部分天下人 听信了朝廷的谎言 认为元重患是卖国贼 死有余辜 所以京城百姓 才有那么激烈的恨元反应 才有一些民间史书的作者 把元重患比作秦桧 是否知道其中的真相 就成了大明王朝的分命令 是在迫害中受谎言蒙蔽 推波助澜 还是明白冤情 命运截然不同 逃不过温神的眼睛 大道至简至义 《道德经》阐述了这样的天理 满清大军 李自成的义军 吴三贵的明朝官宁铁骑都不染意 这三方神迹和天灭大明的根源 都归于一个简单的原因 元重患 烈性蜀义是降下的天谴 因为大明王朝忤逆天理至极 听信官方谎言 不明真相 或者和逆天的朝廷站在一起的人 都和大明一样 在劫难逃 二 冤狱沙常见 大义却喊献 可能有人会反问 历史上的大冤狱 大冤沙太多了 按你这种说法 每次都应该招来大义 怎么没有呢 西汉初年冤沙寒信 南宋初年冤沙岳飞 都是大冤 怎么西汉南宋都延续了很久 没有被瘟疫灭国呢 难道普通的沙和千刀万寡 差别这么大吗 历史的真基 不是表面能理解的 深入一层 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韩信岳飞被冤沙 全天下的百姓官员 都知道他们冤 都知道真相 所以百姓不分担罪业 不遭劫 不会有瘟疫 洗劫整个王朝的子民 而冤沙 袁崇焕 相当比例的官员 大多数的百姓 都听信了朝廷的谎言 拥护迫害 而明白真相 当时为袁崇焕发生者 屈指可数 大家都认同这迫害 这在传统文化中叫做共业 共同造下的罪业 所以会有共同的天法行事 报应所有的逆天理者 一灭大明 根源于此 皇上钦定 群臣呼应 政府鼓吹 百姓热追 到了争抢食肉的程度 逆天的谎言和迫害 招来瘟疫天谴 大明王朝就此毁灭 还裹挟走了上千万百姓殉葬 只为逆天的君王 明白了这段历史的因果 也就明白了当今瘟疫频发的根源 非典瘟疫SARS 新冠疫情SARS-2 未来大疫SARS-3 日月循环 历史重演 人类面对大节天谴 当时的科技从来都是无助空盘 真正的救赎 且看历史水到渠成的铺垫 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下次时间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